1月初我到了台灣的最南端屏東 參觀烏拉露子部落的咖啡園 這邊呢它有咖啡大概就是從日治時期 然後流傳下來的Gipika中 那經過這些年的一個巡話之後 已經非常適合我們這邊的一個風土 身為我們山林的一個守護者 在大戰產業的時候 要非常重視我們專心的影響 他們由祖先留下來的咖啡種子 找回當地著名的驕傲 眼前的水域是相通的 那相通的水域是可以做自然養殖 也在林邊看見在充滿限制的環境下 大家環節努力來尋求突破 上面是建置的是錐子型的太陽能板 一定的間距然後讓光線可以進來塗地 如果只是用來做發電 其實是很可惜的 是不是在光電板下面的有適當的濃作 像家人是屬於比較高經濟的作物 又很適合在品通縣這邊光照 很足的地方 這些地方創生的能量 讓我們看見台灣人的任性 學習人與土地的關係 要如何永續 搭起產業生態和社會共生的橋梁 我是唐鳳 新的一年邀請您一起來參加 5月11月12日啟動亞洲亞太社區高峰會 從台灣出發啟動社會創新的能量 尤其是 平時啟動者 都會在哪裡 出發開啟動社會 不斷使得很搭載 族族的 Met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